有些美好的时刻,一生仅有一次 他们应该和你所爱的人分享 当你有一个好的健保计划的时候 再拥有更多美好的时刻,值得庆祝 中心健保,时刻努力为你的健保提供服务 想你所想,令你无忧无虑地享受属于你的精彩健康人生 以你的健康为中心,中心健保 10月15日至12月7日为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活期 大家都知道,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你点击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福利和礼品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 我是霍远矿 欢迎收听时事观察 这一轮的巴尔冲突中以怎样的方式结束 似乎以现在巴克斯坦和以色列 仍在互相对立当中 现在说到冲突如何结束 似乎有些言之上早 不过都可以估计一下 大家这段时间已经开始 慢慢见到美国主流传媒 以及一众社交媒体 慢慢淡化或收紧有关于 巴尔冲突的报道和相关消息 否则还有TikTok 可能大家知道的事情就更少了 不过随着这种态度慢慢演化下去 我相信未来的结束方式 仍然在大家的激愤、不安以及叹息之中 慢慢淡化 最终就算有一些令人觉得 非常令震惊的事件 或者一些更严重的事件底下 慢慢会离开大众的视野 而巴勒斯带人的生活 相信比较三年前或三个月前 会更加恶劣、更加困难 以色列政府相信也会趁这个机会 占据最少加沙的北部 甚至更加大的蝙蝠地方 而且加紧对整个加沙 以及在约旦河西岸的控制 或者今时今日的加沙南部的北面地区 或者将来会变成新的加沙北部 而与今时今日的差别 大家可能只会发现 在以色列和新加沙 更加小的加沙之间 多了一个彻底的废墟来分隔双方 一个原来已经力量懸殊的双方 大家也会更加明白 今时今日看到这情况 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 真的称得上一个温和谦厚的政治人物 不要与过去的极端或强硬人物 或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比较 就算今时今日与以色列军队比较 也差太远了 客气太多了 将来没多久之后 加沙会变成一个更加小的加沙 大家这段时间的新闻资讯 可能都应该知道加沙原来 已经是这个世界上 人口密度最高的数个地区之一 两百万人居住在两百多万人 还有一个相小狹窄的围囊之内 大家亦都称之为最大的露天监狱 这段时间 经过以色列政府军的狂轰烂炸 迫使这些居民要继续向南迁移 但是当中很多 又不希望真的迁移到埃及 所以他们应该继续维持在南部 令到将来这个地区 可能更加人口囚密 当然慢慢 可能他们又会被逼再进一步迁移 或者不满意的人 亦都可能会 离开巴勒斯坦地区 最后最终 可以说演变成为一种 变相的 第一阶段的种族灭绝计划 以色列政府亦都由现在 可以说一个种族隔离的方式 转变成为一个种族灭绝的行动 但是 在这样的改变过程之中 联合国甚至做不到任何一件 能够令到以色列政府认为是困扰的议案 更加就不要说有什么行动可以做得到 在几年之后 可能这个新加沙 会慢慢由现在人密度最高地区 慢慢又因为更加多巴勒斯坦人 离开家园 密度慢慢降低 到时 以色列政府会否通过另一种淡化式 进行第二阶段的灭绝 令到更加多巴勒斯坦人被迫 要浪迹天涯离开他的故土 然后 往后会否采取一些滲透式的种族同化 不单是影响加沙地币 甚至 分割在约族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最终也不是好似以色列总理 内塔比亚湖拿出的图片 就是在以色列的地方 再没有巴勒斯坦人的蜡烛之地 所以在这段时间 真的明白到 什么叫做有强权 无公理 或者最终也令我一直以来 长期调话 国际社会就是黑社会 国际规则就是黑社会秩序 或者反过来说 我可能甚至要多谢美国政府 通过这次他们怎样对尔巴冲突 证实了目前 我们的国际社会规则 正正就是黑社会规则 不过这个时间 另外有一些媒体传递出来的消息 也有些奇怪 有不少的传媒 集中报道一些 所谓反犹太人 甚至刚刚说 反犹太人的活动 这样的情况 甚至高涨得不合理 表面上 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期交恶 大家互相有什么好说话 或者有些是针对性的行动 一点都不奇怪 而不够前 以色列医生 甚至 可以公开走出来声言 要支持 轰炸 加沙的医院 所以在另一方面 自然也有极端的巴勒斯坦人 通过 枪击其他国家的 犹太人学校 或者社区 来反映 反犹太人的行动 可以说 呈现出来这样的姿态 可以说得出 就算不是半斤八两 亦都可以说 双方面有来有往 由此也都暗示了一种 说法 以色列政府的行动 亦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好现实 标签自己是受压逼的被害者 可以说 是以色列和犹太人 在二战大战之后 以及美国深层政府 为犹太人设置一个重要的定位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我可以自然看到 以色列政府没办法在这些 可怕事件中撇斥的关系 更加没办法在这些行动 自然奇说的时候 只能将自己 将它下降 成为我都是受害者之一 亦都是同类事件的受害者 所以令到 不单止自己 当然没办法站在这个道德高地上 而对方亦都没办法这样做 亦都同样是 表现出对方都是满手鲜血 所以 这个只不过 是描述为一个互相杀虏 谈上 谁好谁坏 又或者谁正义 所以为什么这些反犹太人的活动 那么高涨 或者 事实上 它有多高涨 有些不小心 传媒说 这段时间 有数以千计的 案例 如果拉了几百人 甚至令到 刚刚还在批评 以色列军队的 法国总统马龙 法国方面 已经 试图为这件事 就是 降温 说马龙 从来没有暗示过 以色列故意 去袭击平民 而在这件事的背后 我们还看到 法国各地 出现了十几万人 上街 去反抗 反犹太人 运动 这种姿态 而且有不少重要的政治人物 都参与其中 所以大家看到 以色列或是犹太族裔 一做动员动作 这个影响力 都是遍及于 全世界 但同样地 我们反过来看 其实有不少犹太人 都反对 以色列政府 通过这样的行动 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 有不少支持巴克斯坦 甚至当中 支持哈瓦斯的人 都知道 这跟犹太人 没关系 真正的恶徒 真正是 这件事里的 黑手 是以色列政府 或者 是更加 之后 陈在背后的美国 所以 虽然在这个 祸及无辜的 反犹太人 还未出现的情况下 或者在这种 最少上 我们看一个 整个社交环境 比较COVID时期 中国人 和 亚裔人 受针对 和攻击 还要轻微得多 欧美传媒 对于这种 所谓反犹太人的 运动 的反应 已经非常 令人奇怪 在无大规模的反犹极端下 就要 夸大反犹太人的行动 而制造反对 反犹太人的混淆视线 而当中的出发点 自然 者望 拉低对方的道德高地 将这件事 改变成为 双方 都有问题的 暴力冲突 当这个形势慢慢发展时 我想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是 以色列在长期极端有异执政 到底对以色列政治 带来多大影响 而这些影响 是不是蔓延 也反映在美国的政坛之内 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来说 巴赫斯坦人 其实是被 哈马斯 骑劫的 哈马斯 是暴力集团 从来不肯承认 和以色列达成 和平条约的任何可能 而且经常会破坏 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 任何希望得到和平的人 应该都谴责 和制裁哈马斯 并且要释放所有人质 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 过去这段时间 甚至很多黑历史人认为自己 要为了过去 轻视巴赫斯坦 而付出代价 很多人 没有认真 希望和巴赫斯坦实现 和平的努力 并且在处理 居住了数百万 巴赫斯坦人的 占领区 处理不当 必须作出 足够的反省 和改善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种 分不清 因果的 态度 在美国 和以色列 都很普遍 如果我们真的想 说原因所在 正正是 打着以色列人 至上的 内塔比亚湖 制造出来的 民粹主义 广泛 渗透的影响 大家当然会把眼光 很自然地放在 他在2022年12月成立的 极端右翼联盟 所构成的影响 但问题是 我们不要忘记 内塔比亚湖 在以色列的政坛 可以说已经是 横跨影响了 二十多年 而一直以来 他都用这些 阴谋论 又是用阴谋 来治理国家 从来 不肯为失败承担责任 一出现事件 就归咎于他人 当大家 听到这种态度时 我们会 立刻想到 一个连大的关系 因为更可怕的是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不是走同样的道路 不是出现同样麻烦的人物 到底 现在说到的 战胜哈马斯 是一个怎样性的策略 和美国 针对中国 是否 出自 同样的背景原因 无论大家 怎样看 或者怎样对待 以色列 和巴尔桑特 民粹主义 的确 腐蝕了以色列 而这种方式 同时 也应该成为 这个世界对 其他民主国家的 重大警告 我是霍远强 休息回来 继续 大家 适时观察 在这边 好